九华山现存的肉身菩萨 无一不是修持严谨的高僧大德 他们以身弘法度尘 生命终了留肉身继续接引众生 明镜法师人呼战和尚 曾战禅三年 坐禅三年 卧禅三年 苦修投驼行 戒定会三品 佛教上无人出其诱 元吉后 坐钢后六年开钢 肉身完好 弟子遂为其涂漆 装精 目前在沾潭陵谷 大雄宝殿安逢 佛教史上修成肉身菩萨的比丘尼十分罕见 目前安奉于通会禅灵的人意师太 是世上唯一的一尊 其元吉时享年八十五岁 坐钢三年后 黑白相间的头发长出寸鱼 牙齿完好 皮肤毛孔清晰 身体保有弹性 入肛食指相向的手势略有变化 右手稍抬高做碾针状 是他长年来为病人扎针治病的姿势 其行医求法为人师表之行医 是比丘尼的骄傲 也是九华山的骄傲 更是中国佛教界的骄傲 坐落于芙蓉山下九华街 华晨寺是九华山的开山祖寺 而殿内超尘脱俗的唐朝古佛 千古不变地以慈眉善眼 俯视着在生死中轮回的纵身 四前是一座圆形广场 广场中间有一个月牙形的莲池 也是当年地藏放生的千年古池 放生 本是一件偿还素逝杀业 容天护持 诸佛欢喜之事 虔诚的念者三皈依 视万物生命如己出 悲悯众生 尝养自己的慈悲心肠 放生 事实上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 今日有缘 今日度 佛名为平等 无有分别 所以这就是空性的展现 因为有空性的心平等没有烦恼 更有空性的行为大慈大悲 就像地藏王菩萨把众生都当做母亲一样 要来帮助众生 所以感谢我们老会长为九华山所做的 盖着九华山最大庄严的寺庙 让我们能够礼佛拜佛这么庄严 所以更感谢更多人的付词 所以我们大家感谢老法师 现在大家可以供养寺庙 供养老法师好不好 希望我们赶快达到平等的心 平等的爱 那我们就像佛一样的快乐自在 阿弥陀佛 法师说法 生者见生 前者见浅 唯妙至极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不乏百千万劫难遭遇 豁然参透甚深佛理 脸上洋溢着满心喜悦 像寻破宝藏般游连望凡的身影 齐元寺是九华山寺大丛林之一 也坐落于九华街头 依山而逐 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建筑 从平地到殿顶共有十三丈高 同时拥有九华山所有寺庙中最大的金灿火象 为全山佛寺之冠 据说此处是以前释迦说法讲道之处 来到圣地及寺院 顶礼供养后 别忘了还有一个致敬的方式 就是绕佛 凡见一切三宝圣物都可转绕 又绕 代表随圣如来教诲 随圣法性 这些表法的意义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凡夫 身动心不动 未成佛前 修礼净 随正佛陀的教诲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尽万发 念佛共修 聆听尽了发 影尽在生命电视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